講到防疫,其實大家都很在乎的是什麼東西?疫苗嘛 對不對?疫苗其實本來就該先給有優先需要的人施打疫苗 這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問題是到底為什麼整個疫苗竟然在台北市爆發了偷打的問題 我們來聽聽看柯文哲今天早上怎麼說 反正出現問題我們就把它找出來 也公開透明的方式面對全國民眾 該我們改的,有改進空間的,我們也會去改 我也認為我們這個管控還要再 還要再檢討 就是說這個流出去到底是核准程序是怎麼做的 怎麼會讓這麼輕易就可以流出去 應該要有一個管控的方式 不過也因為這個事件 我也覺得在短期之內,疫苗是一定不夠的 大家也非常關心 所以我也覺得說公開透明還是一個我們的政治價值 所以從現在開始 如果從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發出去的疫苗 日期哪一個醫院 哪一種種類的疫苗幾瓶 我們都會做一個公告 我們會上網公告 讓大家就很清楚說這疫苗到底流到哪裡去 其實大家坦白講 我們這兩天在節目上討論什麼東西 討論說 當民進黨防疫上出現一些疏漏 民調往下掉的時候 這個防疫紅利誰堅中的 很多人說是柯文哲 我坦白說 站在我的立場 我也認為柯文哲減去不少防疫紅利 可是 這一次台北市偷打疫苗的案例 我認為柯文哲要把防疫紅利都吐出來了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第一件事情 台灣高檢署的新聞稿 已經指出了高檢署要介入去調查 第二件事情 除了好心肝之外 現在有爆發出好心肝之外 還有另外兩間台北市的診所 也有施打疫苗的狀況 到底會不會從一間變三間 三間變五間 五間變七間 第三件是最重要 到底是誰下令把這個疫苗給診所了 宇曹老師你來幫大家分析 對我先說這幾天的俄語 非常多啦 因為許多的醫生啊 基本上都有傳相關的訊息呢 給我們這些明代跟這些 政治評論員 我想三件事情就好了 那這些事情呢 高檢或是北檢啊 要不要趕緊下去修正 因為我從不相信啊 你交給北市政風 左手監督右手會有什麼樣的績效 到後來呢可能來個拒見法 來個余文二 這位股長呢就被犧牲掉了 好先說哪些俄語呢 第一個打一針要3300元 所以說呢 對不起這已經不是說偷打的問題了 這是圖利的問題 疫苗現在施打 就算是偷跑也是公費吧 完全都不用錢 你憑什麼跟人家收3300 這第一個 第二個偷跑還有一個前提是啊 我就不太管說你是不是志工啊 是不是醫護人員 至少要是台北市民吧 至少吧你在台北市打的 應該是啊 前提一定是 是台北的醫護人員或三類人員 好現在有很多假三類人員呢 是外縣市跑來的 從南部坐高鐵跑來的 請問坊間都有這樣的 俄語跟傳聞甚至有截圖的時候 那麼台北遞檢 或是我們的檢調單位 要不要收證 這些俄語喔 還有呢 有人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知道這個訊息了 對 否則可不可以想想看 哪有這麼巧 這些人在不被通知的狀況之下 都知道10點半到公園路30號 去自己集合 上禮拜就已經有人 假後道休博了 就好像李教肯跟我們講的那個台詞 我這裡有一批好牛肉 所以說呢 下個禮拜呢 你就可以到哪個地方 有沒有土地 有沒有恩哲四海 哇 台北市以外的這些呢 志工們還高達1000多人 這些東西檢調都要查清楚 第二個層面是什麼 我覺得柯文哲用這樣的說法 基本上是很難度悠悠之口的 很多話都是他自己說的 我們來回憶一下柯與路 他過去說執政黨呢 有貪腐之前 把人犯交出來 柯文哲 把事實交出來 我認識的柯文哲 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面臨MG149的這個爭議的時候 鄭浩你還記得他怎麼做嗎 他就把所有的資料 貼在牆壁上 貼在牆壁後面 這就是你標榜的這個光明磊落 跟呢所謂的公開透明 對 你左手要民進黨過去韓沙攝影 一直打城局 一直呢 要人家把人犯交出來 柯文哲 比照辦理吧 第二個柯文哲還告訴大家說呢 作為主管機關啊 或是呢這個主官啊 不可能不了解下面啊 會有貪腐的事情 那柯文哲兩個問題 你要承認哪一個 要不然呢 你完全不知情 代表你蠻憨 你完全壯慣壞 你看你的衛生局局長 上下支手 上下支手 或者是支手這些 上下棋手 你是不是沒有世人之名 第二個更糟的是 如果這些事情你都知道 那就是一個精心的謊言 什麼意思呢 你叫黃珊珊 把時間碟給弄擰 5月27號的時候 就已經說 黃珊珊這麼說 哎呀 我們5月27號啊 就已經給診所了 但是我們再想想看 5月25號的時候 柯文哲嘴什麼事情 台北市疫苗不夠了啦 只剩下兩罐啊 他還罵醫護人員 挑三檢四 沒錯 6900瓶不願意打 對對對 這意思呢 就好像是說 都沒有我的責任嘛 要不然是中央疫苗給的太少 後來被他們發現 你有很多疫苗打不完的時候 是醫護人員啊 不願打 那我就問 最後的關鍵之所在 你到底有沒有造冊 許多醫護人員跟我講 第一個造冊亂七八招 有人5月21號就已經反應了 到現在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不是造冊上的名單 我說的是醫護人員喔 我有一個牙醫的朋友 直接給我舉發一件事情 他等不到疫苗 結果他跑到新北市去打 很多人會好奇 為什麼要開到新北市 因為你只要拿出醫師證明 新北市也不會跟你講說 你滾回去你台北市 都什麼時候了 因為雙北都是 三類人員都可以優先打嘛 沒有人會記決你打 第一個叫造冊 第二個叫做甩鍋造冊 第三個叫時間差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忽然爆出一個叫做 大型診所專案 對 這個也就是呢 好像是聞過是非 最後給一個說法 兩個都是黃珊珊說的喔 5月27號 我們已經發給診所了 昨天又說呢 6月6號開始呢 我們有個大型診所方案 眾上所述啦 我覺得啦 之前你提你的紅利 沒關係 來自於你在野黨的天職 監督執政黨的防疫 可是不要忘記啊 你在台北市你是執政黨 那其他的在野黨 部分是民進黨 或是國民黨的這些議員們 換民進黨監督科文哲 對對對 不要說民進黨 大家一起監督科文哲 因為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後會引起民怨的原因 就只有兩種人 第二是呢 我既是政治評論員 也是台北市民 我們奉公守法 我最受不了的是 科文哲告訴大家 所有的民眾黨 跟我從政以來呢 基本上追求是公平正義的原則 對不起啦 你蓋牌你偷打 就承認吧 第二是什麼 醫療人員都炸鍋了嘛 按照中央的規定 我本來就應該是施打的第一順位 結果這個第一順位呢 到目前為止呢 打不到 跑到其他地方打 造冊名單上面沒有我 結果呢 被一些叫做志工 甚至是否還拗喔 說這些志工是 退休的醫療人員 對 所以說呢 他們也是幫助協助他做防疫 北京要做事很簡單啦 去收證 第二個呢 去勾擊啊健保卡 第三個呢 打完疫苗 不是有那張小黃卡嗎 你把這些人打過疫苗的小黃卡 跟健保卡 跟當初 你找幾個人 來問訊一下 請問啊 誰通知你的 這是一條線 第二條線 那個股掌啊 基本上我認為 他沒有那麼大的權限啊 這個股掌 我也在被道德喊話 你是不是應該呢 和盤多書 甚至呢 考慮有一天啊 你變成污點證人 你不要去扛下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 根本不是你該扛的 所以這些爭議呢 這兩天媒體已經報導很多了 我覺得柯文哲 你只要承認 你的書師 或是呢 把相關的事情像 當初MG149貼在牆壁上 結果他今天又把記者會 可能聽說要取消了嘛 早上這個只是柯文哲的 不給問 你應該要比照過去的原則啊 開場記者會 讓大家問好問滿問到到 都沒問題 這是你的態度啊